小石头读书吧 小蜗牛 蜗牛一家住在小树林的旁边 春天来了 蜗牛妈妈对小蜗牛说 孩子,到小树林里去玩儿吧 小树发芽了 小蜗牛爬呀爬呀 好久才爬回来 他说 妈妈,小树长满了叶子 碧绿碧绿的 地上还长着许多草莓呢 蜗牛妈妈说 哦,已经是夏天了 快去摘几颗草莓回来 小蜗牛爬呀爬呀 好久才爬回来 他说 他说 妈妈,草莓没有了 地上长着蘑菇 树叶全变黄了 蜗牛妈妈说 哦,已经是秋天了 快去摘几颗蘑菇回来 小蜗牛爬呀爬呀 好久才爬回来 他说 妈妈,蘑菇没有了 地上盖着雪 树叶全掉了 蜗牛妈妈说 哦,已经是冬天了 你就待在家里过冬吧 蛇 是冬天了 摄要那是冬天了 有桃冰蛋了 我活在冬天了 都要费了 我活在冬天了 我活在冬天了